高雄市的中正地下道就在上午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一辆大型吊车在行经地下道的时候 驾驶因为没有收起大型吊臂 限高架桥的这个呢 整个都给扯了下来 那么现场呢一片混乱 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欧城文为大报道 高雄市的中正地下道 传出了一起交通的意外 一辆大型的吊车在行经地下道的时候 驾驶呢没有注意到限高四公尺 同时也忘记把这个吊臂给收起来 因此呢在经过的时候呢 那么大型的吊臂就拖住了限高架 同时呢也把这个限高架硬生生地给扯下来 那么就倒在这个地下道的出入口 也因此呢造成了这个 当时的交通呢是一度的拥塞 同时呢也双向封闭 我们来看看附近邻居的说明内容 好了经过远景到场处理呢 大概已经经过了两三个小时 不过呢现在只恢复了单向的通车 那么呢大型吊车呢 因为没有注意到这个限高架的高度 同时也忽略了要把这吊臂给收起来 因此造成了这起交通意外 目前警方也要追究这名驾驶的疏失 以上是我们所掌握到的最近情形 今天我们会给公立主播 好谢谢陈文联线报道 没有想到吊车是把限高架给扯断了